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看到了 撞到柱子 半场就被换出 究竟他的伤势是怎样呢 苏莎一查就会说些少 另外泰利斯也是被换出因为受伤 但什么事就暂时未知 苏莎一查也没有说 之前普巴和麦托文尼就开始跟回大队操练 但问题是有没有状态和复原是否足够可以 迎战巴黎这场球都成为疑问 另外鲁基索尔也在大腿筋里仍然未成功 另外安庭尼玛西也有去到收盐顿 但他留在酒店 因为他病了 之后呢 星期一就回去了Carrington的训练基地 但逗留了11分钟就离开了 据估计他的病可能就未好了 即是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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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情况 而且尤其是现在 一说病之后呢 真的可以可大可小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病 如果万一是中了一招 那就真的要隔离一段时间 所以暂时有两个受伤或者病 是未知什么情况 就是马仔和泰尼斯 这两个未知什么情况 OK 在赛后的记者赛道会 消息一词也有说 迪基亚撞到膝头哥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以及检查 才知道究竟他如何 苏先生说 希望迪基亚可以 即是星期三可以随时后命 但是呢 他就觉得 牵仔 也都 在半场换入之后 相当稳固的 亦都有一些扩构 所以 他就感觉到 就算是牵仔踢都OK的 另外呢 马仔就说他要留在酒店 他就说他病 另外他也说回 阿宝巴和麦汤的东西 另外呢 苏先生也有提到 连吉特就回来的 非热宗司 即是代宗司都仍然未得 那就 哦 没错 其实记者都有问及 泰尼斯究竟如何 苏先生暂时都未知 他也不知什么事 可能现在就应该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自从 一月以来 就连续赢了八场作客的赛事 而有四场 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赢回 包括 百里顿 纽加素 爱华顿 和修咸顿 这四场 苏先生就值这个机会 和大家说一说 我们曼联的DNA 苏先生就说 这个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曼联球员 应该永远 都保留在 老海里面 永远都不放弃 永远都不会 这一场 会感觉到要输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是自己 在球场 即是说苏先生的时候 是在想这一件事 我们 反级 赢回 赢回 最后 就是赢回 赢回 我们有个领队 永远都不会 让我们放弃 这个是其中 苏先生是自己 在费sir 得到回来的 一个价值 他也很想 这个价值 给现在的马联球员 他说 如果你的表现不好 起码你都要努力 起码都不能放弃 做尽你能够做到的事情 虽然我们今天 是踢得不错的 但是 我们也有这个心态 去拿回我们应有的战果 这件事我想 苏先生说得非常适合 但是 最重要的是 他怎样可以将 这个概念 灌输到球员的脑海里 令到他们 至此各各 就会 去争取到 一个 胜仗 永远都不放弃 这件事 其实 在苏先生的打定下 我们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其实不是说少见的 但问题 亦都回想 这个源头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 在失波那里 是否可以 做得好些呢 这个力量 也是要想的地方 所以 我绝对贊成 苏先生说 我们现在的球员 一定要多些 万元的 永不放弃的DNA 但是 在源头那里 是否可以减少一些 就是我们经常要落后先 这一件事 都是一个 我觉得很适合 大家要留意一下的 课题 OK 这节目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去吧 看见 早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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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